古装剧《星汉灿烂》目前正在热播中 吴磊在新剧中出演了一个性极端复杂的少年将军 对此,吴磊笑言 我就是喜欢折磨自己,并以此为号 古装剧《星汉灿烂》敢编制关心折乱的小说 《星汉灿烂》,性胜自家 由费正祥指导,吴磊,赵陆斯领衔主演 讲述了背负沉重身世的少年将军林不宜 与父母长期征战在外的留守少女陈少商 在无数次考验中相互治愈,相伴成长的故事 剧中,吴磊出演林不宜 吴磊透露,这是一个挺复杂和极端的人物 林不宜为国为民,要很磊落的一面 同时,他也要很阴暗的一面 背地里他算计了这个戏里出现的大部分人物 所以说,这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 可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 他就像一枚硬币,要么正要么反 两面之间的缝隙距离非常窄 正因为林不宜这个人物如此极端 吴磊一直有些担心 他就像一块乌云一样笼罩着别人 我其实挺担心观众不喜欢他 因此,在演绎的时候 吴磊尽量寻找这个人物柔软和脆弱的部分 作为扮演者,我很心疼他 他用一个杀害自己亲生父亲的仇人维护十几年 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复仇 而大仇得报 首任仇人那场戏也是无垒最难忘的 那场戏我压力挺大的 一直没有准备好 觉得自己怎么演都演不好 到了现场终于找到感觉了 其实,他完成他人生最大目标的那一刻 他同时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快感、失落感、空虚感同时涌来 大起大落的情绪,非常复杂 吴磊才刚刚22岁 问及出演如此复杂、成熟的一个角色 是否很有压力 吴磊直言,心里肯定是有负担的 但是他个人特别喜欢这种复杂的角色 我就是喜欢折磨自己 并以此为好